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 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 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 就对斐里伯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为试探斐里伯 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 斐里伯回答说 就是二百块德纳的饼 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 有一个门徒 及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说 这里有一个儿童 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但是为这么多的人 这算得什么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吧 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 于是人们便坐下 男人约有五千 耶稣就拿起饼 注谢后 分给坐下的人 对于鱼也照样做了 让众人任意吃 他们吃饱以后 耶稣向门徒说 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 免得糟蹋了 他们就把人吃后 所剩的五个大麦饼的碎块 收集起来 装满了十二筐 众人见了 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人确实是那 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 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 立他为王 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在今天的福音里 我们看见耶稣 拿起饼 注谢后 分给大家吃 闭上眼睛 在心中不断回忆这画面 以及这些话语 再来 问问自己 这些话语对你来说熟悉吗 它是否在你内挑起另一个熟悉的画面 是的 我们在感恩记中 也听神父重复类似的话 他拿起面饼 感谢了 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在每一次的感恩记 我们就纪念福音中这个奇迹 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到 也许需要安德勒及那位儿童的奉献 才能显增饼的奇迹 当腓利伯认为要喂饭所有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时 安德勒却相信耶稣的计划并尽量配合 虽然他只为耶稣带来一个有五饼鳄鱼的小孩 但是这就成全了耶稣的计划 试问 当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会像腓利伯一样 马上放弃 还是像安德勒一样 信赖耶稣 你相信 如果你把自己所拥有的一点点 带到耶稣面前 就可能有无法预料的奇迹吗 是的 有时我们会因为自己能给的奉献太小 而感到害羞 也认为这渺小的奉献是无济于事 然而 我们清楚地看到 如果福音中那儿童 没有将他所有的一点点奉献 奇迹或许就不会发生 今天 让我们反省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很少体验到奇迹 那是否因为 我们没有慷慨地 把自己有的奉献出来 交托给耶稣 要相信我们所有的或许不多 但奉献在耶稣的祭坛前 必定会变成足够的 请品尝圣言 莫想耶稣问你 我们从哪里买饼 给这些人吃呢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面对团体实际的需要中 你有哪些无饼鳄鱼 可奉献给耶稣呢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祈祭 耶稣 求你开启我的眼睛 看见你今天在我生活中所要行的奇迹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把小小的奉献交托给耶稣 成为他的五饼二鱼 我们明天再见